这是美国华盛顿州塔克马市的林肯中学 老师和学生们正在排练 因为他们将要迎来一位特殊的访课 2015年9月23日 这位特殊访课 这位特殊访课 我讨访了他们的疚似乎 他们的疚似乎在中国一天 然后总统的预访 很高兴认识 我希望能探索古典的古典 例如沈海 中国 要看千年的中国去西安 看五百年的中国去北京 看一百年的中国去上海 但是每一个城市 哪怕是千年的 百年的 几十年的 都有现代的一面 你们会在中国看到一个 绚丽多彩的这样的一种社会图景 中国人的话呢 非常靠客的 相对在里一样 对在所有啊 外来的很多 其实早在1993年 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 曾到访过塔克马市 并参观过林肯中学 在他的促成下 福州市和塔克马市结成了姐妹城市 这次到访习近平 与林肯中学师生都为彼此准备了礼物 他这个是我们全州第三好的球队 这是我的心 习近平 习近平回赠了有关中国文化的书籍和一套乒乓球运动器材 这个乒乓球啊 虽然小 比这个橄榄球要小得多了 但是它对中美关系的意义是重大的 当时叫做小球带动大球转 这个大球指的是地球 因为当时的中美关系啊 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个重新交往的大门呢 有小球给撞开了 所以我也希望呢 我们两国的青少年啊 通过传承这样的一种啊 乒乓外交的精神 家乡交流增进友谊 欢迎大家呢去中国走一走看看 体验和感知中国 在此呢 我愿邀请林肯中学一百名学生 明年到中国去做客 一年以后 林肯中学的一百一十八位师生 应邀访问了湖州成都等地 这段旅途成为了很多人的圆梦之旅 当前先生认为了对他做过 他出帮咱们的美感 准备里面准备了 但现在我们在这里 我们要生命的优秀 长官 哦我的天啊 那个天啊 我感觉很感到 我感到非常感到 然后他给了100孩子 去中国 我感到是因为他那么希望 在我们 那么多加乎 这就让我非常开心 2021年 埃尔文校长写信给习近平主席 他说2016年 我校百名学生应您的邀请访华 这是他们一生中最好的校与经历 中国的奇迹是他们大开眼界 通过加强学生交流和教育合作 我们将为两国人民树立榜样